大家好,今天我選了一則成語故事 畫龍點睛來讀給大家聽 畫龍點睛 張森堯是南北朝17著名的大畫家畫藝精湛 傳說有一年長五帝要張森堯為金靈的安樂四座畫 他僅用了三天時間就在寺廟的牆壁上畫好了四條許許如生的金龍 張森堯畫好後很多人前去觀看都稱讚他畫得太逼真了 張仁們走近一點看發現美中不足的是四條龍全都沒有眼睛 大家紛紛請求他把龍的眼睛點上 張森堯解釋說 點上眼睛這些龍會破壁逼走 大家聽了都不相信 在眾人在眾人的請求下 他無奈發音給其中兩條龍點睛 張森堯提起畫筆 輕輕輕輕的給兩條龍點上眼睛 下時間天空中烏雲密布狂風刺激 靈明電閃電閃被點睛的兩條龍正破牆壁 靈空而起 靈空而起 張牙舞爪地飛上了天 過了一會兒 雲散天行 眾人下的目瞪苦呆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再看看牆壁上 只剩下眉 有被點上眼睛的兩條龍 而另外兩條被點睛的龍 已經不知去向 今天再見 請收看再見